阿波罗新闻网独立 感言 新颖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华 大丑闻 共军杀手锏不属十年突消失 竟是一场骗局 大陆殡葬园刚放开时三个一起烧 现在烧年轻的 吓坏中共 首度公开 火箭军动态被看光光 习近平正在失去机会 普京利用他们控制习 欢迎收看阿波罗网热点直击 今天是7月14号 星期日 今天副频道是重磅内容 结尾会介绍今天副频道内容 欢迎您点赞 转发和留言 传播我们这个频道 让您的亲朋好友都能得到真实的资讯 在乱世中自保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大丑闻 共军杀手锏不属十年突消失 竟是一场骗局 2023年度日本防卫白皮书披露 中共火箭军的中程导弹数量从2022年的278枚增加到302枚 但2024年降至212枚 这其中 东风-21导弹的数量从70枚骤减到24枚 特别是号称航母杀手的东风-21地完全消失 令人震惊 知名军事评论员沈舟在大纪元发文分析 日本防卫白皮书的数据被认为相对精确 日本防卫省不太可能犯此类重大错误 东风-21导弹射程2150公里 可以攻击日本大部分地区 是日本拦截的重点目标 2022年白皮书曾披露中共东风-21导弹个型共134枚 2023年减少到70枚 2024年再缩减到24枚 这表明中共可能对东风-21导弹失去了信心 甚至连东风-21地反舰导弹都不打算保留 2010年 美国公开表示 注意到中共开始测试东风-21地反舰导弹 主要针对美军航母 但一直怀疑其实际效果 2014年 中共部署了两个旅的东风-21地导弹 2020年进行了南海发射测试 然而 如果该导弹在部署10年后被迅速处役 这很可能是一场骗局 沈州认为 这种情况的揭露 可能与中共火箭军近期的大清洗有关 6月27日 中共前两任国防部长李尚福和魏凤和被正式通报处理 魏凤和曾任火箭军司令 对东风-21导弹的秘密了如指掌 魏凤和被指终成尸节 不知是否因为掩盖了导弹的真实情况 此外 还有传言称 火箭军将领向美国泄密或通敌 若与东风-21导弹有关 问题就不只是贪腐了 中共大规模淘汰东风-21BCD导弹 可能与火箭军整肃同步进行 仅保留了可搭载核弹的东风-21A和最新型号东风-21E 沙特阿拉伯曾采购中共的东风-21导弹 如果中共将淘汰导弹卖给沙特 沙特就成了冤大头 大陆殡葬园 刚放开时三个一起烧 现在烧年轻的 7月10日 一名网友发帖称 现在和朋友聊天 发现各行各业的朋友都很焦虑 生意少 该网友随后问道 还有什么行业欣欣向荣啊 一名IP位置显示为上海的网友回复说 殡葬 清零防疫刚结束的时候 遗体烧都烧不完 够吃好几年了 有网友问 为什么结束了还这么忙 有网友回答说 因为隔离结束放开了 但是病毒还在啊 该网友回答 不能说的原因 反正就是天天排班排满 该网友还介绍 清零结束那会儿 三条叠在一起烧 灰拿出来评分 确得是缺得了点 有网友问 现在还排满吗 该网友回答 排满 大环境不好 走极端的多 最近是小年轻嗒的多 基本是自打或者恶毛病 现在稍小年轻的了 还有知情网友介绍 肯定是真的 能排上队的 都还找了熟人的 评论区有网友透露 二三年春节 我小姨给我妈打电话 聊到北京某郊区火葬场 已经排队到 黄历二月中以后了 我弟是警察 一直停休 去现场维持秩序 四川网友介绍 我老家隔壁那是 就去年露出消息要拓展 要择地开个新馆 吓坏中共 首度公开 火箭军动态被看光光 7月13日 台湾国防部首次公开 中共解放军火箭军 在内蒙古 进行多波次 试射导弹的信息 并表示 台湾军方正持续监控相关动态 防空部队保持高度警戒状态 火箭军部队 是中共解放军的第四军种 负责管理常规和核导弹库 台湾国防部称 从凌晨40起 陆续侦获火箭军 在内蒙古自治区 进行试射行动 内蒙古距离台湾约2000公里 国防部表示 使用联合情报监控手段 严密掌握动态 防空部队保持高度警觉 并加强戒备 台湾过去很少公开 中共内部军事活动的具体细节 此次披露火箭军动态是首次 台湾媒体中央社 引述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苏子云的分析 认为这是侦察性下足 让中共意识到 台湾军方有能力掌握其军事动态 就像该部先前公布 台湾F-16战机监控 中共5月演习期间的 歼16轰6型机画面 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颖又指出 火箭军此前经历高阶将领被整肃 如今被台湾军方争获多波次试射 显示火箭军的人事异动可能暂告段落 恢复了战备和演训活动 据ET Today引述消息人士称 台湾国防部展现了有效掌握敌情的能力 并在应对中共可能进行的认知作战 台湾军方已经掌握了此次试射的火箭或导弹类型、射高、飞行动态等细节 并将进行后续分析 台湾国防部表示 过去24小时内侦测到66架次中共军机在台湾周边活动 创今年单日最高纪录 习近平正在失去机会 普京利用他们控制习 习近平没想到 在前几天 竟然来自欧洲不少政要也开始给他戴高帽子了 德籍华人政治学者张俊华在德国之声撰文说 第一顶高帽子是芬兰总统斯图布 他在赫尔辛基受访时说 俄罗斯现在非常依赖中国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一个电话就能化解这场危机 他的理由是 正是因为俄罗斯现在非常依赖中共 所以他推理习近平一句话应该能把普京战争的狂热震下去 现实并非如此简单 因为他忘了 俄罗斯依赖中共是主要是因为习近平愿意跟普京一起建立反对西方的统一战线 而且 普京这个人也不傻 他利用朝鲜、越南、印度的老关系来牵制习近平 使得习近平即变想 但也无法摆脱轴心联盟这个魔圈 第二顶高帽子是欧尔班赠送给习近平的 在未经欧盟授权的情况下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透过社交媒体发文称 中国是创造俄乌战争和平条件的关键力量 欧尔班显然是欧盟阵营内的一类 但他很懂得如何滥用职权来做违背欧盟中共国政策的事 难怪欧洲议会议员公开嘲讽欧尔班是小丑 但他的话肯定符合习近平的胃口 甚至会造成习近平对欧洲的误判 最后一顶帽子是泽伦斯基给习近平戴的 他最近说只有严肃而强大的国家或联盟 如美国、中国和欧盟才能进行有效调解 出于无奈 他还是决定继续给习近平戴高帽子应该承认 泽伦斯基所处的境地 是世界上政治家们最不愿意面对 同时也是令人煎熬的 张俊华说 总之欧洲的几个国家领袖们 即便给习近平戴如此的高帽子 他并没有这样的魄力来当一个真正世界伟人 为全球了结这场乌克兰战争 换言之 他正在失去上帝 给他如此一个难得的机会 但即便这样 只要有一丝希望存在 替习近平说些好话 给他戴高帽子 还是值得一做 只是不必抱太大的希望 接触于今天副频道内容是 中国银行被消失 美避险基金创办人 系统崩溃中 孔资不抵债 不怕核辐射 怕混油 日本食用油 是中国人最受欢迎礼物 出境第一次被盘问 差点成边捡刀下亡魂 十大应用 不给中国用户用 华油批评苹果 您可以点击视频的右上角来观看 阿波罗网是独立媒体 没有政府和机构资助 您的每一份支持和鼓励 都温暖并激励着我们 我们也在干净世界平台开了频道 欢迎您在干净世界订阅我们 链接在视频的描述中 祝您周末愉快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